股票,除了可以做多,也可以做空,你知道嗎? 最近台股走勢相當弱 那金管會也宣布一些策略 其中有一項,就是龍卷保證金 乘數由100%調整成120% 這跟我們今天要講的龍卷是息息相關的 那之前有講過龍之龍卷 那底下有留言,可能對於龍卷要付多少錢不太明白 今天就來簡單的講清楚,說明白 龍卷主要是來做空用的 也就是俗稱的龍卷放空 那麼放空與做空,就是你預測股價會下跌 所做出的對應操作 以股票來說,就是龍卷放空 舉個例子來說,A股票目前股價100元 小民發現股價已經高估 預測將開始下跌 因此在股票100元的時候 準備要使用龍卷賣出來放空它 這時候小民用龍卷賣出 就是向券上借股票 然後以100元的價格來賣出 這時候小民賣出A股票的券賣價金 是100元乘以1000股等於10萬 那這個賣出股票的錢 就是龍卷擔保品價值 是會在券商那邊的 那你跟券商借券是要支付保證金 通常是龍卷價金的九成 所以小民需支出100元乘以1000股 乘以90%等於9萬 這次龍卷賣出的操作 小民就先拿出9萬來支付給券商 也是俗稱的保證金 小民在A股票100元的時候龍卷賣出 當股價5天後下跌來到85元 小民下單龍卷買進 就是買進一張85元的A公司股票 然後還給券商 這時候小民整個龍卷的操作 也可以稱為龍卷回補 那小民龍卷買進一張A股票 需要85元乘1000股等於85000元 這就是券買價金 買到股票後還給券商 原本在券商那邊的單保品10萬 也就是券賣價金 還有保證金9萬就會返還 來整理一下 當龍卷賣出要支付9成保證金 也就是9萬 那賣出股票的價金10萬 則是在券商那邊 所以龍卷賣出真正的支出 是只有九成保證金的部分 所以交割款就是要支出9萬 那當龍卷賣出之後 要龍卷買入 會有龍卷買入價金8萬5 但會返還保證金9萬 加上券商單保品10萬 所以當龍卷買入 交割款是10萬5000 也就是9萬保證金 加券商單保品10萬 扣掉券買價金8萬5 所以龍卷買入交割款 是可以拿回10萬5000元 最終損益就是1萬5 也就是龍卷買入拿回的 交割股款10萬5000 扣掉龍卷賣出的 交割股款保證金9萬 那以總支出 與總收入的角度來看 小明龍卷賣出支付的 保證金是9萬 龍卷買進價金是8萬5 總支出是9萬加8萬5 等於17萬5 總收入是9萬加10萬 等於19萬 總收入19萬 減總支出17萬5 等於1萬5 小明這次操作 是賺金1萬5千元 由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 收入的保證金 與券賣價金9成當保證金 是一樣的 就是你龍卷的支出 是給券商當保證金 因此損益計算的公式 可以簡化為單保品 也就是龍卷賣出價金 減掉龍卷買進價金 簡單的說 就是賣出股票的價位 減買進股票的價位 也就是價差 所以我們可以用 一般股票買賣的概念 來想就可以 賣出股票價金 減掉買進股票價金 等於損益 上述講到的單保品 與保證金 券商會支付小明利息 也是收入之一 但因為龍卷利率太低 在這個例子是省略計算 另外龍卷操作 要跟銀行借股票 是需要支付券商借券費 是支出之一 在這邊也是省略 沒有計算 這裡是要提醒一下 各位朋友 要知道收入與支出 是有包含這幾個項目 那以剛剛的例子來看 小明在100元的時候 龍卷賣出的價金是10萬 小明龍卷回補在85元 龍卷買進價金就是8萬5千 那龍卷賣出價金是10萬 減掉龍卷買進價金8萬5千 小明就是賺1萬5 再來舉個例子 A股票漲到85元 小明認為會開始下跌 於是進場放空 龍卷賣出一張A股票 可惜過我天後 A股票是一路上漲至100元 這一段龍卷賣出之後的上漲走勢 對小明來說就是俗稱的 嘎空走勢 這時候小明受不了嘎空的走勢 決定認賠殺出 於是龍卷買進 回補A股票在100元 這次小明龍卷放空的操作 龍卷賣出的單保品 也就是龍卷賣出價金 是8萬5千元 龍卷買進價金是10萬元 按照剛剛的共識計算 小明這次損益是8萬5千 減10萬等於付1萬5千元 小明這次龍卷放空的操作 是產昭嘎空 產賠1萬5千元 剛剛龍卷放空賠錢的例子 有一段嘎空的走勢 這時候要注意 龍卷維持率是否高於130% 那維持率不足130% 會被追繳保證金 這時候你可以選擇提高維持率 被強制斷頭 也就是被強制龍卷買進回補 這是龍卷放空要注意的事情之一 就是維持率 龍卷放空的期間 你是跟券商借股票 既然是借的 就會有期限 龍卷是以半年為限 可以展延 如果在龍卷期間 有出現強制回補日 那麼你就要把龍卷給回補 目前強制回補 基本上會出現在股東會 與出全息前 因為股東會與出全息 都是要先釐清股權在誰手上 因此都會制定在股東會 與出全息前要強制回補 那券商軟體下單的界面上 應該都會寫知幾層 券幾層 那這邊是券九層 代表龍券要自備九層保證金 那目前因為金管會有規定 所以可以看到這邊是寫著券十二層 代表你要自備120%的保證金 那有些券商的APP是會在下單界面上顯示試算 所以在下單前可以先看看要準備多少錢 不過不管有沒有在下單界面即時顯示 在成交之後 最好去帳戶查詢裡面 看一下交割款查詢 這樣就很明確知道 你的交割款到底有多少 以上的資訊分享給各位朋友囉 本頻道沒有建議任何買賣操作 單純分享資訊 以上分享皆為個人心得 本人物邀約推介之行為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喜歡我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如果有想要分析的個股 也可以留言讓我知道 咱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